老闆说我拿出来就不放回去 来 发给领队 就是公司选了20个领队 我就是其中一位 我跟你讲 结果19个领队买 有一个没有买 我最后才知道他是肝癌 那年的1月份我们买了 他5月份走了 他也是老娘 因为我们这些都是没有去大陆的 我们都没有去大陆 算是忠诚度百分百 其实我是身体不好 我身体好我就走了 你知道我可能家也没有 家已经也没有了 那我就 那我被分到20张 要50万 那我就跟我老婆说 要买吗 我老婆说 如果你不买 代表忠诚度不够 买了两年不能卖 那结果我最后是三年没有卖 其实买了就给公司了 就无所谓 就代表忠诚度 借了几张定存 就给公司了 结果当我卖的时候卖了多少 一张得25对不对 25块 我卖的时候是125块 卖的时候不是20张 是25张 他就是真的很稳定 配息配股都非常的稳定 把那个钱 我不知道你拿这种钱会干嘛 我拿这个钱把房子的贷款还掉 我就是这样 我不想欠人家 这辈子我不欠人家 把房子贷款还掉 这个疫情一发生 我们公司好多领队 房子贷款缴不出来 怎么办 就把房子再租给人家 自己再去